日前第二批武汉包机已返台湾 其中一位是花莲学生 已经依自主隔离14天后在返校上课 花莲县教育处表示 县内还有6名滞留中国的学生 仍会安排教师网络联系 掌握学习进度 而针对近日国外旅游返校 确诊感染仪式 县福教育处李玉仁表示 希望在学期结束前 师生都能暂缓出国安排计划 日前一名高中生 一月与家人出游希腊 返台上课却出现症状 并在15日确诊 导致该班停课14天 事件一初引起失身与家长恐慌 新北市率先宣布禁止高中以下 学校失身出国 之后教育部也规范 不分公私地学校 包含所有教职员工 到本学期上课日结束为止 将禁止出国 大学以上则将在与教育部讨论 昨天晚上开始 教育部已经规定了 到这学期的上班上学日为止 所有的师生禁止出国 中央订定规定之后 我们县时就会依据中央的规定来执行 所以第一个是学生出国的中央 目前是禁止的 另外 县府之前就已经有订定 相关的规定 在5月4号以前 所有的大型活动是禁止的 所以目前在整个防疫的部分 我想不管是大型活动 还是出国的部分 其实都已经有限制 就是希望说我们疫情能够控制 而不要有破口 而日前接在滞留湖北台胞的 第二批包机也已返台 其中一人是花联学生 也已经依规定 自主管理14天在返校上课 教育处长李育仁表示 县内还有6名学生滞留中国 仍会持续借由花联亲师生平台 提供学生自主学习 并完成教师提出的作业任务 掌握学习进度 目前在大陆的6名学生 那包含有回国现在在做集中检疫的学生 其实这个过程中 我们都会 学校都会关进他们的课业的 学习的状况 那包含会请他们进行线上的学习 那另外老师也会指派 透过网路的传播 会指派一些相关的作业给这些学生 那等到这些学生回到花联之后 那学校老师会 到学校的时候 学校老师会看他们目前的学习的状况 那适时的给予学习的辅助 跟教学的辅导 并再次说明 华联县校园大型体育及校园集会活动 包括校外教学 毕业旅行 运动会及园优惠等 在不影响学生升学权益前提下 5月4日前都暂缓实施 记者长邦彦华联市报导 〔技術的辅助»